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狂野之心中護符是獵人裝備上的其中一件 在武器的下方一格 不同的護符有著各種各樣的技能 例如防禦 揚弓 減少消耗耐力等等 配戴護符需要佔用點數 以裝備的所有護符加起來最多不可以超過50點 同時最多可以配戴5個護符 護符在地圖上可以撿到 在狩獵結束的結算也可以拿到 今天來分享狂野之心在新手的第一張地圖 開局拓荒就可以撿到的6張使用護符的具體位置 影片開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第一張櫻花古樹 效果可以按三角形來查看 是弓箭手很實用的 減少強化弓所需要的時間 而且只需要消耗3點就可以配戴了 目前藍色標點的位置 從營地出來看向右邊有一個小島 需要使用落騷飛鎖 啟動並發射到小島上 飛鎖滑過去就可以撿到了 飛鎖會在打第三隻畫獸 山川隨時覺醒 第二張護符念珠 效果是復活 在生命值耗盡時可以承受一次攻擊 更性或者類似魔物獵獵中打伊犁 不過這張需要消耗40點喔 它的位置在地標打櫻花樹上 目前藍色標點 過來之後在地面找一個位置 設置飛鎖 發射到樹蓋上就好啦 護符就在這個上面了 第三張護符山音 效果是奮起 生命值低時減少消耗的耐力 在目前藍色標點位置 如果你解鎖了地圖靠上面的營地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跳下來 右轉進去山的中間 再右轉可以看到對面有一個小房子 同樣還是需要設置飛鎖 護符就在小房子裡面啦 第四張花音 效果是堅守 簡單粗暴的提升防禦力 在目前藍色標點 依舊是從營地出發 一路執行 前方看到有橋樑和鳥居的方向 在藤蔓的後面 這裡需要使用火炬 再用武器燒掉藤蔓就可以撿到啦 火炬會在成功擊敗山川垂後解鎖 第五張護符破響 效果是視線 提升一次可提取的落騷線數量 位置在目前的標點 來到附近之後 我們先找一下右手邊的山 會有一個洞口 進去之後呢 會先看到這些落騷的礦石 繼續向前 轉過一個縫隙 在水到中心就可以拿到護符了 第六張護符 保姆 效果是餘育 在生命值高的時候也會減少耗難 目前標點這邊 從營地出來馬上左轉 看到左側有兩段式直立可以攀爬的山體 如果耐力不夠爬的話 就架設兩到三層的平台來輔助吧 上來繼續執行 會看到第二處兩段式的直立牆壁 繼續來爬 上來之後會是粉色的小庭院 馬上右轉就可以拿到護符啦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更多關於狂野之心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ie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